大家好 这有一个文章吧 有一段文字 我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啊 他是这么说的 教育孩子的几个观点 第一旅游比上课重要 是吧 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是吧 第二 主见比顺从重要 中国人老实说孝顺孝顺 他不让你有独立见解 他让你盲从 对方比你长辈 辈分比你高 年龄比你大 职务比你高 你就得听话 听话 听说听道的 就不让你有独立见解 不让你反驳 对吧 那这个有很多 他也会犯错误啊 谁说他岁数大 他辈分高 对不对 他职务比你高 他就不犯错呢 对吧 中国人他不鼓励 独立思考 独立人格 他就让你盲从 第三 兴趣比成绩重要 没错 你就得让他有兴趣 你看我儿子 那会上高二 是吧 在国内他上了 一个学期 然后就来这边 对吧 上高二开始分科啊 我们一开始也说 你学个理科吧 将来好就业 是吧 可是他说 我就喜欢文 我们也没跟他 太那个什么 那你就学吧 学吧 是吧 反正你考虑好了 是不是 然后良知 比对错重要 对吧 先得有良知 其实也不叫对错 应该叫站队 在中国都是 棒着大粗腿 是吧 谁有权力 就跟谁走 你看那六四 就是 很多那个单位的领导 一开始都是支持学生的 结果 这一开枪 第二天 很多人立马就变了 也有的人不变 不变 你就靠边站 你就别当领导了 对吧 我父亲原来有一个 我父亲的徒弟吧 啊 还曾经是 全国的十家共产党员 人民大会堂啊 江泽民接见握手 哎 很牛的一个人 一开完枪 马上就变了 哎呀 这个政府怎么怎么着啊 对 开枪就对 就得镇压 都是暴徒 他头一天说的话 还不是这么说的呢 是吧 当然那个人 个人对我们家是不错 照顾我买卖 也照顾我哥哥 我姐姐 有什么事都找过他 是吧 咱们这是 这是两个范畴 对不对 两回事 然后健康比运动重要 当然你不能说 为了运动而运动 你的运动是手段 不是目的 你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健康的身体 对吧 然后信仰比崇拜重要 当然了 对不对 你不能个人崇拜 是吧 呦 这个伟大领袖啊 实际他也是肉眼翻胎 他很多时候 他还没你有文化 有水平 有独立见解呢 对不对 甚至他可能作恶 成长比输赢重要 这是肯定的 是吧 不要攀比 什么 谁第一 谁第二 对吧 在中国 是吧 你那个 奥林匹克 奥运会 没得冠军 得了个亚军 还哭呢 人家老外可不这样 对吧 第八 茶几比绿人重要 你不要对别人那么严 对自己那么宽 是吧 第九 思考比表达重要 第十 快乐比面子重要 这中国人太看重面子了 真的 这点我是绝对不苟同的啊 呃 第十一啊 这个 想象比知识重要 这中国人欠缺想象力 这个基础 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孩子打的比较牢啊 但是这个想象确实不行 所以中国的发明创造 确实不行 还是主要的科技的 这个发明创造 都是西方的啊 那么独立比美丽重要 对吧 你活得独立 你有独立的能力 独立的意识 独立的精神 是吧 活得像个人似的 比这个啊 看起来漂亮 要重要 态度比能力重要 你现在有一个好的态度 是吧 那么说到这个 刚才第一个 旅游比上课重要 诶 我就总结了一下啊 总结了一下 我们家的孩子啊 从他生下来 就去了 多少个国家啊 我们的孩子是2000年的 2000年 2000年夏天嘛 然后生下来 我们到2001年 我们的孩子 还没一岁 我们就开着车 带他去天津玩 在路上睡觉 抱着啊 开着车 到天津的大海边上 然后2002年 他还不到两周岁 我们就带着他 上海 苏州 杭州 玩一圈 坐长途车去的 赵公口 赵公口 长途车 到上海 然后这个 这开了一宿 第二天白天到的 然后 到上海之后 又从 到杭州 到了杭州 玩一圈 然后坐船 从京杭大运河到苏州 然后从苏州 坐火车 回到北京 然后就是03年 还不到三周岁 我们就带他去 深圳 香港 澳门 珠海 广州 玩一圈 不到三岁 小孩 自己 背着一小书包 过海关 什么的 都自己走 我们不抱着 知道吧 我们不 溺爱这孩子 然后大概05年左右 05年左右 去了一趟成德 河北成德 外八庙 避暑山庄 当然 这个在北京周边 像我们开车去张家口 去什么关青水库 去什么这个 这个 野生动物园 大兴的野生动物园 八达岭的野生动物园 是吧 去那十三岭 我们还住 住在十三岭 有个叫追究狱的地方 追究狱 就是挨着延庆了 是吧 你们去很多地方 然后 大概06年左右 大概06年 还去这趟大连 那应该是那孩子 第一次坐飞机 去趟大连 来回飞着 飞着来飞着去 然后06年的 06年的 春节 我们去的广州 从广州去的厦门 从厦门去 从广州到的汕头 从汕头到的厦门 厦门 然后福建的龙岩 然后永定 看土楼 什么田螺坑 什么四餐一汤 从那 然后又去的 什么广东的大浦 梅州 是吧 又转一圈 然后到汕头 汕头 然后回到广州 广州回北京 然后07年 我们去的是内蒙古 内蒙古的乌兰茶部 乌兰茶部有个磕又浅起 茶又浅起 茶汉又一浅起 然后那有一个叫灰藤梁 蒙古语灰藤梁 灰藤西勒 灰吞 寒冷的山梁 到那玩一圈 然后 09年左右 08年去哪有点记不清了 09年江西庐山景德镇 然后 11年 11年 我们坐火车 到的吉林沿边 沿边 图门 然后从那 去黑龙江的牡丹江 然后 加姆斯 然后那个福远 黑瞎子岛 然后 铜江 接金口 贺哲族 这个民族乡 然后从那 哈尔滨 回到北京 然后 12年 12年 我们去的南带河 玩了一圈海边 这比较近啊 还有好多近的 现在记不住了 我那个博客被封了 原来是都有照片 有文字 都有啊 然后13年 内蒙古 大清沟 我们是自驾去的啊 大清沟 然后锦州 山海关 转一圈 嗯 然后14年 14年 我们去了趟欧洲 14年 欧洲啊 芬兰啊 然后这个法国 意大利 瑞士 澳地利 德国啊 这转一大圈啊 然后 15年 15年是他们学校组织的 学校组织的 去了趟云南啊 来回飞着去的云南 16年 又是他们学校组织的 然后上海 南京 苏州啊 转一圈 然后17年 17年 18年 都在欧洲啊 17年 18年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德国啊 奥地利啊 捷克啊 啊 这都是他自个去的 法国 他自己去的 他大了啊 好吧 朋友们 就说到这